5月19号由台盟中央主办的第八届大疆论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精英论坛在北京开幕 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围绕立足两岸同胞福祉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主题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论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岳峰致辞时指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李岳峰代表台盟中央向与会两岸嘉宾发出倡议 在此我代表台盟中央向大家倡议 一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坚决无治台股份的活动 共谋民族核心 二 聚焦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福祉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三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李十五号共筑同胞加国循环 劳动党主席吴荣源表示 祖国大陆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治理 让台湾同胞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新党主席吴成典与统一联盟党主席七嘉林 在台湾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致辞 吴成典指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要新手相连 让国家统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理事长王正在主旨演讲中说 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认定两岸统一是完全合乎法律 台独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 台湾知名媒体人黄志贤表示 台湾应该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中来 这是应该引以为豪的事情 你要不要一个我们可以登陆火星的一个未来 台湾难道没有人对登陆火星有梦想吗 我们台湾人不能够参加入我们复兴中国的这个伟大的运动吗 我们台湾不就应该运用台湾拥有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我们努力的让我们的中国更完美 这不就是我们未来的我们可以引以为豪 我们可以骄傲的事情吗 当天作为第八届大疆论坛的分论坛 以新时代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主题的智库论坛 也同期举办 台盟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 有关专委会主任台盟各地方组织机关干部 分别在北京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参加论坛 中文字幕第1位ü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